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波甲 夏秋年 第七卷 秦并天下 第二章 陈胜造反 大则乡 陈胜是一名数族 数族是士兵的一种 秦国的兵制是南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 五十人当兵 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 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 叫庚族 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 叫郑族 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 叫庶族 庶族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 就是被朝廷争调入伍 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 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 入伍后则担任屯长 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 并非军官 只能算兵头将尾 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 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 并载入史册 这故事说 陈胜当兵之前 曾在地主家帮工 有一天 宫间休息时 他突然对伙伴们说 将来要是富贵了 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揭笑 伙伴们说 你一个打工的 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 皆呼 燕雀安之 洪湖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 包括陈胜自社 吴广自书 也是编造的 像他们那样的平民 哪来的字 就算有 也是称王之后的事 之前 没准连名都没有 要知道 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 也无名无字 只能按照排行叫刘记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 因为他们家是贵族 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 脱口而出说 彼可取而代也 也同样靠谱 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 也有这样的性格 瞎注 项羽所说的 彼可取而代也 后来演变为成语 取而代之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 他凭什么说自己是红湖 伙伴们是艳阙 所谓 绰庚之拢上 畅恨久之 也不可靠 走到田间的高处 休息一下是可能的 因失望而叹恨不已 则不可能 怎么会失望呢 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 畅恨久之云云 是典型的文青范 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 有此情绪 倒不奇怪 先为故农 后为数族的陈胜 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 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 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 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 史记义书中编造的痕迹实有可见 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 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 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 则是当时的人编的 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 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 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 因此颇具公信力 也就被使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须的 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 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 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 一个苦孩子 一个打工仔 一个像牛马一样 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书族 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 又没有范里那样的财富 凭什么一举成功 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 营良而隐从 瞎注 景同隐 独如隐 也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 也很能励志 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编的人乐意编 传的人也乐意传 真实不真实 管他呢 所以 名人们的儿时故事 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 多半只能孤望听之 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 陈胜的起义 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七月 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 因奉命戍边于阳 临时集结在大泽乡 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 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 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 吴广是阳甲人 瞎注 瞎 独如甲 且都是住在驴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 是啊 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峰市 阳甲在今河南省太康县 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 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 有关系吗 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 也是肯定的 因为谁都不知道 作为数族 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 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的从天而降 四野之内一片泥泞 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 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 如其感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 不能按时到达 等待他们的便是军阀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 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 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 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 他俩是九百数族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 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 他们说 今王亦死 举大计亦死 等死 死国可乎 王不是死亡 是逃亡 等不是等待 是同等 这句话的意思是 逃跑也是死 造反也是死 反正难逃一死 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 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 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 没想到捕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 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 制造舆论 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 字条写的是陈胜旺 瞎注 王 独如旺 亦为称王 狐狸叫的是大楚星 同时也叫陈胜旺 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 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 说不定也是他 结果 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激起庶族们的同仇敌忾之心 此计由吴广实施 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 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 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 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 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起杀了领兵官 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 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 诸位耽误了行程 依照秦律也是死罪 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 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 相反 如果造反起义 则不但可能活下来 说不定还能富贵 一个男子汉 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 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 陈胜置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应有种呼 话音刚落 一片欢呼 其实 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 因为九百数族早已别无选择 走投无路的他们 坦又为智 露出右臂以为标志 筑坛为盟 筑齐土堆 煞穴为盟 斩木为兵 砍下树枝 作为武器 揭杆为齐 举起竹竿 作为军齐 瞎注 揭杆为齐 后来被提炼为成语 揭杆而起 打出的旗号是大楚 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则乡 在全天下 更在中华史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